香港人本身其實都很支持香港人 所以我們在雞的包裝上都會寫100%香港製造 希望給他們一些信心 健身無疑可以達至修身效果 但都要靠飲食配合 身為健身教練的Jason發現 即使客人定期健身 但成果都不顯著 亦成為他開Ockmill的原因 因為只要控制到客人每天攝取的卡路里 健身都會試半功倍 Jason更配合港人口味 綽綽香草和麻辣口味 一改雞胸淡而無味的印象 因為本身我們會支持香港 香港很多人都創業 但我們希望我們這間公司 可以告訴別人 我們其實是一些很小的公司 都有機會可以由很小去增長很大 我們不希望用別人的產品 帶回香港 然後再推出市面 另外香港人本身其實都很支持香港人 所以我們在雞的包裝上都會寫100%香港製造 希望給他們一些信心 除了主打香港製造之外 Jason也透過網絡宣傳 希望吸引更多客人 我們主要是靠網絡宣傳 我們會用比較多錢在Instagram 因為現在一些KOL 他們會用Instagram 去分享一些資訊給別人 譬如說化妝品好用 或者那些食物是好吃的 那些客人 譬如說他的FORUS會去看 就會去買他們覺得好用的東西 其實我們現在都會打擊多一些KOL 和一些明星去幫我們做一個明星效應 或者其實都是靠口碑 另外一方面 因為有些客人吃了好吃的 就會介紹給他們的家人 譬如說他的朋友同事都會訂 其實在創業初期 即食雞胸的品質較不穩定 但靠客人支持和持續改良產品 現在每日維持賣1500至2000件雞胸 很有趣的是我們做一些雞胸 其實我們驗化的時候用了四個月 雞保持出去都是生的 很多客人是生的 但很奇怪的是 客人都很支持我們 他們把雞送給我們 叫我們再做好一點 因為味道真的太好吃了 即使吃了生的雞肚痛也好 既然下一次我們檢查網站 因為網站上會有一個系統 我看到他們是否會重新再訂 持續都是那些客人 持續都很支持 此外 Onmue也會抽樣檢查雞胸 確保產品質素 除了在網站售賣雞胸之外 Onmue也有跟健身室合作寄買雞胸 不過 Jason未來更打算把雞胸銷售點 擴展到全港不同地方 我們Onmue未來會出一些自動販賣機出來 那些販賣機希望出十多二十步左右 會放在一些香港比較多人的地方 例如放在一些購物店裡 我們會跟購物店去傾辦 就會賣Onmue的雞胸 但因為這部機器比較多空間 其實可以放到其他產品 我們就會出賣一些Supreme 好了 也可以做出賣的 hollow 再加強行檢查雞胸 這邊我們再做一下 Katherine 請客 請客